好 最近網路上也沸沸揚揚在傳 就在7號的下午4點多 包含了新北市的三支 還有北投一帶 就有人聽到巨大而且不明的聲響 甚至包含了在台北市的松山 內湖都有居民說聽到 很大很大的爆炸聲 那有人就猜 這是不是打雷的聲音呢 結果氣象局卻出來否認 這摩托太奇怪了 這叫什麼聲音啊 你知道停車那聲音很誇張 因為他7秒還連6響 對 然後一開始是三支的民眾 有沒有 他們拍 拍到之後 然後他PO到他們當地的社群網站 結果很多人出來 就真的是一呼百諾 大家說有 我有聽到 那還有人講說我凌晨就聽到了 那規矩你去聽一下 你覺得這是什麼聲音 這當然你會說這炸雞之障 然後蟲鳴鳥叫 那當然不是 因為當地老百姓不會笨到 連這個都聽不出來 好啦 有人就講 他說這來自於天空的怪聲 所以有人說這叫做天鎮 也有人說這可能是天使的號角 國外有人說這叫地獄的怪聲 不管 反正各式各樣的說法 你看好多種說法 但終究要找原因 對... 好 有人就講 是不是爆炸聲 但當地就是也有警消 他們就沒有發現 沒有意外 有人說地震 那動氣象局那邊說沒有地震 好 有人就講其實八年前 類似的地區在淡水的林口 巴黎 郭一山 也發生過同樣的類似的怪聲 那八年前沒有響六響 響了大概是一半 三響 但也是滿奇怪的 那有人就去把當年的聲音 調出來 比對一下 那甚至有人就說 我調另外一種聲音跟你比對 你會發現有點像 是什麼 戰鬥機的音爆聲 真的嗎 我們聽聽聽看 你是不是像這樣 好 來 林圓 我稍微跟大家解釋一下 在冰水的同時 我講 音爆聲就是突破音速 超越音障 採聲衝勤波 就BOOM的 那你剛剛我不是說 八年前有三響嗎 BOOM 三響 那你再去追照 回來 如果我們方便的話 再撥一下剛剛三支的影彈 那個聲音是七秒六響 可是你覺得剛剛那個 跟現在這個有BOOM BOOM BOOM 一樣嗎 聽聽聽說實話 你覺得有一樣嗎 好像不太... 不太一樣嘛 對不對 好 所以才會大家 要去引起討論 我再講 好 其實曾經在國外 你看 我剛才說了 不管叫天正 不管叫天使的號角 不管是叫地獄的怪聲 各國都發生過 而且你看都是進步的國家 2008年白俄羅斯 2011年烏克蘭 好 那尤其是這個2011年 8月23是最可怕的 因為當時美國MLB職棒 坦白王關盲隊正在比賽 對 那主播他轉播到一半 他突然表情變得很驚恐 然後用很恐懼的聲音說 Supermature 你知道他聽到什麼嗎 他聽到什麼 他聽到天空中突然出現 類似那種怪物 鬼怪 在吼叫的聲音 好 隔年2012年 在美國的包括德州 包括威斯康英州 尤其是克林頓鎮 更詭異了 當地的居民連續四天 他說這巨響都來自於半夜 然後甚至家裡還會搖 搖又巨響 那應該就是地震了 沒有 當地沒地震 你知道後來當地的科學家怎麼說嗎 是什麼 說可能是來自於地表比較淺的 一些自然現象 那到底是什麼 什麼叫地表比較淺的自然現象 我聽不懂 對 好啦 那當地的民族當時 甚至想要搬離家園 好 到了2013年 加拿大卑斯省 這個我們有找出來 你知道嗎 連續幾天在天空 有沒有毛 這什麼聲音 好詭異喔 我告訴你 雖然他們稱叫天使的號角 可是當地有的人民眾講說 這聽起來像天使嗎 比較像撒彈吧 Oh my God 太壞了 有害怕吧 有 毛毛的 我們稍微 邊看畫面的同時 講一下科學家怎麼說 好 美國有科學家講 可能是自然的地球無限電波 這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說它就是一個無限電波 但是不是一般人都聽得到 我們耳朵就是天線 對 大概2%到10%的人才聽得到 那也有人講說 沒有 可能是什麼 是地磁的地 我們講磁吉 磁吉因為這陣子 這陣子也有科學家在討論 說磁吉它可能會出現地磁的轉 整個轉變 整個錯位 導致天空中出現這樣的聲音 聽起來也很玄 對 俄羅斯他最白話了 他直接就整理 他說這個神秘的巨像 有64個國家陷入恐慌 而且他說以前可能都是 六七八月比較多 他說現在 2017年是幾乎全年都有 那也就是說這些的聲音 到目前科學家莫終於是 好 但是講到這個聲音 到底是來自於天空 還是來自於地下 因為剛剛美國 威斯康辛州的克里頓 真的說來自於地下 但是你剛剛聽 加拿大悲失神來自於天空 有的人認為要聽就去找 對 結果在瑞典 真有人去找 去找 他就去地心找 我是要聽起來有點誇張對不對 一點都不誇張 來瑞典 他在地底下 155公尺相當於50層樓 過去在17世紀有一個銀礦 那乾脆現代人就把這個 17世紀的地下銀礦 升155公尺 改成地底飯店 好酷喔 你知道剛剛他不是坐電梯 婷娟 我讓你猜一下 坐電梯下去 155公尺到這個飯店 要坐多久 30秒 1分鐘 差不多嘛 你用101的標準嘛 對… 錯 要坐四分半 好誇張喔 四分半你都耳鳴了 你才會到這飯店 進去這個飯店你會發現 很簡陋 一個床 兩個沙發 然後所有的燈都做得像蠟燭 感覺怪怪的 有一點毛毛 陰陰的對不對 真 你講對了 因為以前這個銀礦 可能死過不少人 所以有人說你如果來 像下面你聽到了怪聲 可能聽到的是鬼哭神嚎 可能是超自然力量 就像那個主播講的 Super nature 你看有沒有看到 那個飯店人員拿出一支 無線電 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你在地底下你還打算有Wi-Fi 沒有信號的 想得美啊 婷娟 你還打算打電話 你唯一能夠對外聯絡的 只有一個Walky Talky 你最好不要用 因為你用可能就在求救了 我告訴你 他一個晚上還要說你萬多 這麼可憐 所以這些人是怎麼樣 自討苦吃嗎 不 他們就很刺激 為什麼 好 就是打算坐這個電梯 升達到地底下155公尺 是50層 看能不能聽到地獄的怪聲 我剛才說了 我們剛才講到很多的這些怪的聲音 可能來自於磁級的轉變 可能來自於無線電波 可能來自於音爆 可能來自於地震 但最多的說 還是有可能是因為地殼的變動 我們講地鳴 可能是因為地震 所以他們就打算 深入到這最深的地底 看能不能聽到這樣的聲音 不過有人說 聽到的聲音也是磨蹤一事 那到底是無法用科學解釋的 超自然力量 還是這些可能是因為 自然現象所出現的轉變 目前說法還是都沒有辦法統一 最近因為本土疫情的升溫 很多人就乾脆宅在家裡頭追劇 那最近有一部劇引發了熱烈討論 就是即將開播的韓劇Boys 4 那據說第四屆的大魔王是 擁有四種人格的變態殺人犯 引發了熱烈討論 那麼說到人格分裂 最知名的電影24個比例故事主角 就曾經犯下了三起的性侵案件 但最後法院卻裁定無罪 據說在世界上還有一個女孩 她竟然擁有2500種的人格 其中有六個人格 還在法庭上有曾經作證過的揭露 我要請韓明哥來看看 到底分裂人格這是怎麼回事 是 這個人格分裂聽起來很詭異 我們很多人看電影以為 那個都是電影捏造出來的東西 可是事實上在真實世界 真的有這樣的人 而且他不只只有什麼 四個人格 五個人格 比如說像美國的這一位 他竟然有24個人格 這看起來真的滿詭異的 那這個人是怎麼被發現的呢 他1977年惡害惡之後的這個人 叫威廉米里根 他也被外號叫做Billy 那Billy被警方逮捕了 什麼原因呢 因為他連續性侵 然後還對三位女性使用暴力 可是他被抓的時候 警方就覺得這個人很怪 因為他好像對自己犯下了罪行 完全沒有感覺 怎麼可能呢 一開始大家一定想你裝的 你想脫罪 故意裝傻裝白痴 可是講一講的不對 因為他有的時候 比如說我在跟你講話對不對 你在問他的時候 我說什麼不知道 沒做過這些事 然後我說突然間就變了 他說對啊 那就我幹 那又怎樣 然後有時候突然變了 就有點像女孩子在講話一樣 然後有時候突然變了 另外一種人 他們就覺得奇怪 這到底怎麼回事 然後他們就覺得說 這個人難道是 真的有精神狀況嗎 還是其他的問題 然後就開始回溯他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你知道嗎 當時呢 他們一開始被抓到他的時候 就先把他放在囚車上 囚車上不是都靠手銬嗎 然後囚車上有另外一個犯人 後來他們去問那個嫌犯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們那個囚車 到了定點之後 這一個Billy 手銬已經解開了 另外一個嫌犯手銬還靠著 那個警方一看到這樣 就問他說 你怎麼會把他手銬解開 你到底怎麼把他弄開 你是不是有脫藏鑰匙 結果那個嫌犯說 跟我有什麼關係 這個叫做跟妖怪一樣 一上來突然之間臉色大變 然後噼哩啪啪就把手銬解開了 然後他們想說不可能 然後還收身 收到他身 想說他身上有沒有鑰匙什麼的 也都沒有 當時就已經覺得這個很怪 後來他把他送到看守所裡頭 拘留室裡頭 就對他比較嚴格 就給他上那個束縛衣 上束縛衣 那個全身都被綁住那種 你不可能逃脫了 對啊 就算魔術大事也逃脫不出去 結果你知道神奇的事件發生 等到他們又進去那個拘留室的時候 那個束縛衣已經被拖到地上 他整個人已經出來了 是 他是逃脫大師你知道 那當時警方只是以為 這個人可能有很特殊的這種 變魔術的能力或是這種逃脫能力 可是後來發覺這個人怪怪的之後 就開始回想 就覺得不對啊 然後就開始 就去找了心理醫生這些東西 來觀察看到底發生怎麼回事 去研究他小的時候 到底做了什麼東西 結果發覺這個人 其實他身世也滿可憐的 他從小他媽媽改嫁 他就跟繼父生活在一起 那繼父就不斷地凌虐性侵他 那凌虐性侵他之後 他就開始一直想逃避... 可是那時候他根本是小孩子 他沒有辦法躲避 沒有辦法躲避之後 就只好自己幻想出很多人格來 想說他可以有的時候 比如說他可以去抵抗他父親 繼父 或者說可以逃避他繼父 或者說乾脆把自己躲起來 變成一個小女孩 用各種不同的方式 那你就因為這樣他慢慢慢慢 你看這一排有的是英國人 有的是騙子 有的是逃脫術 有的是哥哥 有的是內向害羞的人 有的是澳大利亞人 有的是猶太人 他就把自己變成 各種不同身分的人 也不同國籍都有 對 不同國籍 就是他自己的幻想 因為他為了要逃避 他沒有辦法接受的事實 然後他就一路這樣 那比如說像裡頭有一個人 叫Reagan Reagan這個人 就是非常非常的暴力 那他在犯罪的時候是怎麼樣 你知道 就是比如說他第一次犯下 第一個案子的時候 先是第一個暴力人格出現 暴力人格出現 就想說我要出去找個錢來花 我身上很囚沒錢 然後出去的時候看到一個女性 看到一個女性的時候 她突然間人格轉變 她就變成一個女性的人格 去跟她搭訕 然後兩個人聊得很開心 這樣比較好卸下心防 比較卸下對方的心防 他卸下對方心防之後 他又變成另外一個人格出來 然後就開始搶她的錢 搶她的錢出來之後 他又變成第四個人格 第四個人回去花錢 把錢花掉 然後你知道花完之後又沒錢 他又重新會變成為暴力的人格 等於他連續三次犯下這個案子 都是在這個人格不斷的轉換中 然後他自己 因為每一個人格彼此互相不通 所以每一個人格都不知道 另外一個人格幹了什麼事情 所以他說他自己常常突然間醒來 手算還有一筆錢 然後就可以去花 花完之後就轉換另外一個人格 所以變得非常奇怪 但他在他的所有人格裡頭 第24個人格是最重要 這個24個人格叫老師 他是23種人格的融合體 然後他幫其他人格傳授知識 他告訴這每一個人格你要怎麼做 他聰明 敏感 具幽默感 他自稱我是完整融合的比例 其他人是他創造的傀儡 表示只有這個人格就知道 其他23個人是他操縱出來的 所以他在轉換其他人格的時候 這個人跟這個人之間 完全不知道對方出現 或什麼事 只有他知道 所以他會擁有剩下23個人的經驗 但是其他這23個人格 都個別不知道對方的事情 所以其實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一切其實都是比例 他為了逃避對他寄附的恐懼 所以他自己創造出了一個世界 把自己幻想成各種不同的人 但是如果你覺得比例這種狀況 已經很誇張 很離譜了對不對 二四個耶 澳大利有一個女孩子更可怕 因為她有2500個人格 這個是讓大家覺得非常不可思議的 一個地方 那這個呢 這位澳大利女子 Jenny Jenny她為什麼要分裂出2500個人 其實你看這個是他跟他父親 還有三個子女 最右邊這個就是Jenny 這個就是小時候 那看起來何樂融融一家 看起來很不錯 很幸福的家庭對不對 錯 其實他父親很變態 從小就領虐甚至信心他 而且他的父親 他Jenny說 他說他父親好像隨時隨地 都能夠看透他 你心裡在想什麼完全都知道 所以他每一次只要Jenny稍微動個念頭 他父親就說 你不要這樣想 你這樣想的話 你敢出去跟人家講什麼 或是你敢把你的想法告訴別人 我就把你媽媽跟你的姐妹都殺掉 他很想去求救 可是他爸爸不讓他這樣做 你知道他那時候才多大你知道 才三四歲 所以他怎麼可能有能力去反抗或抵抗 所以他就一直被依虐 一直被性侵 然後在表面上要跟家人和平相處 好像完全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情 因為他父親只對他 對其他的姐妹 還有對他媽媽都不會這樣 那這也不知道到底為什麼 然後結果他就覺得說 難道是因為他從小就一開始 小孩子都會想 是不是我自己做錯了什麼事情 他就開始不斷的責怪自己 不斷的責怪自己 所以就開始逃避 他第一個演化出來的人格 就是一個四歲的小女孩 叫Symphony 那這個Symphony就會覺得說 每次遇到這種困難 遇到自己被罵的時候 他就幻想成自己變成一個小女孩 可以躲在一個角落裡頭 那不要被人家發現 我這樣就沒事了 就可以很安穩了 然後就可以去 就是至少把他跟父親的那個 恐怖變態的世界隔絕起來 可是後來Symphony擋不住了 因為他父親的行為越來越超過 而且越來越凌諦他 不斷的凌諦他 所以他後來受不了 就開始又演化出新的人格 然後有的時候演化成男的人格 比如說他裡頭一個 男的人格叫Muscle 其實Muscle你光聽名字就知道 就是希望自己有很大的力量 很大的肌肉 能夠去對抗他父親 可是即使這樣還是沒有用 你知道他就不斷的變化出這種 奇奇怪怪的人格一大堆 然後甚至他演化出一個人格 叫Ricky 這個Ricky在設定上只有八歲 那他負責決定 由這2500人格裡頭 哪一個人格在那一個石頭 去面對他的父親 去做出一些反應 他就不斷的這樣 一直這樣蹭蹭蹭 你知道他這樣一路這樣忍受下來 一路忍受下來 因為他自己的心理創傷非常深 所以他對他被他父親淋虐 性侵造成的這些傷害 然後身體上的受傷 他都不願意醫治 結果他一直到49歲的時候 你知道他其實很努力的一個 他一直不斷的去 因為他想要研究 為什麼只有我會被父親淋虐 所以他就不斷的去讀書 從碩士念到婆士 專門研究犯罪者心理學 跟受害者的這種應對的狀態 然後他研究出來的結果之後 他發覺 因為他為什麼會分裂出 2500個人格 是因為他一直在找尋一個答案 到底我有哪一個人格 才能夠活在這個世界上 結果後來他發覺不是 他施了2500個人格之後發覺 其實錯的根本不是他 是他爸爸 錯的是他父親 所以後來他決定 公開自己受到的遭遇 公開自己受到的遭遇 所以就去指控 用其中的六個人格當證人 直接在法庭上公開自己的名字 指控他的父親淋虐他 一開始他父親還不認 你知道就是當你狡辯說 這都是你幻想 我女兒有神經病 那個講的都不可能的事情 正常的哪可能會這樣子 可是當一個一個人格出來 你知道每一個人格出來的時候 講得好像就是跟真的一樣 而且你要知道 這彼此這六個人格 出來作證的這六個人格 彼此之間是完全不相通的 彼此都不知道對他發生什麼事情 可是講得他父親對他行使的暴力 是如出一策 都一樣的東西 所以越講越講越講 可能他父親也因為 一直不斷的在回想 當時他對他女兒做的狀況 到最後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嗎 他父親當場在法庭上崩潰 直接崩潰了 然後就聲淚俱下 承認他確實對他女兒 犯下這個情受不辱的 這樣的一種情願 這真的讓大家覺得匪夷所思 那實際上這個監禮 真的是一個非常勇敢的人 他不但把自己的精力 完全攻諸於是 而且他希望利用自己 這個人格分裂的事實 來去引導 讓世界上跟他有同樣遭遇人 不要再去用這種逃避的精態 去面對這樣對你的施暴者 你要知道 那再對你 以為你會讓人抓到 再對你的靈性 那一堆 甚至無以為 我對你的靈性 也會為你 請 有 這 什麼 像